出埃及记 坛上的灰 又做铲子 盘子 肉叉子 火顶 坛上一切的器具 都用铜做 要为坛做一个铜网 在网的四角上 做四个铜环 把网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以下 使网从下达到坛的半腰 又要用造夹木 为坛做杠 用铜包裹 这杠要穿在坛两旁的环子内 用以抬坛 要用板做坛 坛是空的 都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 你要做杖木的院子 院子的南面 要用脸的细麻做围子 长一百肘 围子的柱子要二十根 带毛的铜座二十个 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 都要用银子做 北面也当有围子 长一百肘 围子的柱子二十根 带毛的铜座二十个 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 都要用银子做 院子的西面当有围子 宽五十肘 围子的柱子十根 带毛的座十个 院子的东面要宽五十肘 门这边的围子要十五肘 围子的柱子三根 带毛的座三个 门那边的围子也要十五肘 围子的柱子三根 带毛的座三个 院子的门当有帘子 长二十肘 要拿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和脸的细麻 用绣花的手工织成 柱子四根 带毛的座四个 院子四围一切的柱子 都要用银杆联络 柱子上的钩子 要用银座 带毛的座 要用铜座 院子要长一百肘 宽五十肘 高五肘 围子要用脸的细麻座 带毛的座 要用铜座 带毛各样用处的器具 并带毛一切的角子 和院子里一切的角子 都要用铜座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 把那为点灯 导成的青橄榄油 拿来给你 使灯长长点着 在会幕中 法跪前的漫外 亚伦和他的儿子 从晚上到早晨 要在耶和华面前 经理这灯 这要做以色列人 世世代代 永远的定力 出埃及记 第二十八章 你要从以色列人中 使你的哥哥亚伦 和他的儿子 拿达 亚比户 以利亚撒 以他马 一同就近你 给我供祭司的职份 你要给你哥哥亚伦 做圣衣为荣耀 为华美 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 就是我用智慧的灵 所充满的 给亚伦做衣服 使他分别为圣 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份 所要做的就是 胸牌 以福德 外袍 杂色的内袍 冠冕 腰带 使你哥哥亚伦 和他儿子穿着圣服 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份 要用金线和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并细麻去做 他们要拿金线和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并碾得细麻 用巧匠的手工 做乙伦德 乙伦德 当有两条肩带 接上两头 使它相连 其上巧匠织的带子 要和乙伦德 一样的做法 用以树上 与乙伦德 接连一块 要用金线和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并碾得细麻 做成 要取两块红马脑 在上面 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 六个名字 在这块宝石上 六个名字 在那块宝石上 都照他们生来的次序 要用刻宝石的手工 仿佛刻图书 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 刻这两块宝石 要镶在金槽上 要将这两块宝石 安在乙伏德的两条肩带上 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 亚伦要在两肩上 担他们的名字 在耶和华面前 作为纪念 要用金子做二槽 又拿金金 用宁宫 仿佛宁绳子 做两条链子 把这宁成的链子 搭在二槽上 你要用巧匠的手工 做一个决断的胸牌 要和乙伏德一样的做法 用金线和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并碾的细麻做成 这胸牌要四方的 叠为两层 长一虎口 宽一虎口 要在上面 相宝石四行 第一行是 红宝石 红碧喜 红玉 第二行是 绿宝石 蓝宝石 金刚石 第三行是 紫玛瑙 白玛瑙 紫金 第四行是 水仓玉 红玛瑙 碧玉 这都要相在金槽中 这些宝石 都要按着 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 仿佛课图书 课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要在胸牌上 用金金 凝成 如绳的链子 在胸牌上 也要做两个金环 安在胸牌的两头 要把那两条 凝成的金链子 穿过胸牌 两头的环子 又要把链子的那两头 接在两槽上 安在 以伏德 前面肩带上 要做两个金环 安在胸牌的两头 在 以伏德里面的边上 又要做两个金环 安在 以伏德前面 两条肩带的下边 挨近 相接之处 在以伏德 巧公之的 带子以上 要用蓝系带子 把胸牌的环子 与以伏德的环子 记住 使胸牌 贴在 以伏德 巧公之的 带子上 不可 与以伏德 离放 亚伦 进上所的时候 要将 决断胸牌 就是刻着 以色列儿子名字的 戴在胸前 在耶和华面前 常做纪念 又要将 乌龄和土名 放在 决断的胸牌里 亚伦 进到 耶和华面前的时候 要戴在胸前 在耶和华面前 常将以色列人的 绝断牌 戴在胸前 你要做 以伏德的外袍 颜色全是蓝的 袍上要为头 留意领口 口的周围 支出领边来 仿佛铠甲的领口 免得破裂 袍子周围底边上 要用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做石榴 在袍子周围的石榴中间 要有金铃铛 一个金铃铛 一个石榴 一个金铃铛 一个石榴 在袍子周围的底边上 亚伦 供职的时候 要穿着袍子 他进上所 到耶和华面前 以及出来的时候 袍上的响声 必被听见 使他不至于死亡 你要用金银 做一面牌 在上面 按刻图书之法 刻着 归耶和华为上 要用一条蓝细带子 将牌 记在冠冕的前面 这牌 避在亚伦的额上 亚伦 要担当 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 这圣物 是以色列人 在一切的圣礼物上 所分别为圣的 这牌要藏在他的额上 使他们 可以在耶和华面前 蒙悦纳 要用杂色细麻线 纸内袍 用细麻布 做冠冕 又用绣花的手工 做腰带 你要为亚伦的儿子 做内袍 腰带 裹头巾 为荣耀 为华美 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 和他的儿子穿戴 又要告他们 将他们分别为圣 好给我供祭司的职份 要给他们做细麻布裤子 遮掩下体 裤子 当从腰 达到大腿 亚伦和他儿子 进入会幕 或就进坛 在圣所供职的时候 必穿上 免得担罪而死 这要为亚伦和他的后裔 做永远的定力 出埃及记 第29章 你使亚伦和他儿子 成圣 给我供祭司的职份 要如此行 取一支公牛毒 两支无残疾的公棉羊 无酵饼和调油的无酵饼 与抹油的无酵饼 这都要用细麦面做成 这饼要装在一个筐子里 连筐子带来 又把公牛和两支公棉羊牵来 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 用水洗身 要给亚伦穿上内袍和以伏德的外袍 并以伏德又戴上胸牌 树上以伏德巧公之的袋子 把冠冕戴在他头上 将圣冠夹在冠冕上 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告他 要叫他的儿子来 给他们穿上内袍 给亚伦和他儿子树上腰带 包上裹头巾 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 得了祭司的职任 又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上 你要把公牛牵到会幕前 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 你要在耶和华面前 在会幕门口宰着公牛 要取些公牛的血 用指头抹在坛的四角上 把血都倒在坛角那里 要把一切盖脏的汁油 与肝上的网子 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汁油 都烧在坛上 只是公牛的皮 肉 粪都要用火烧在营外 这牛是赎罪计 你要牵一只公棉羊来 亚伦和他儿子 要按手在这羊的头上 要宰这羊 把血撒在坛的周围 要把羊切成筷子 洗净五脏和腿 连筷子带头都放在一处 要把全羊烧在坛上 是给耶和华献的繁迹 是献给耶和华为新乡的伙计 你要将那一只公棉羊牵来 亚伦和他儿子 要按手在羊的头上 你要宰这羊 取点血 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 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 又抹在他们右手的大拇指上 和右脚的大拇指上 并要把血撒在坛的四围 你要取点膏油和痰上的血 痰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 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 他们和他们的衣服 就一同成圣 你要取这羊的枝油和肥尾巴 并盖脏的枝油与肝上的网子 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枝油 并右腿 在从耶和华面前装无教饼的筐子中 取一个饼 一个调油的饼和一个薄饼 都放在亚伦的手上 和他儿子的手上 作为摇剂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来 烧在耶和华面前 坛上的梵剂上 是献给耶和华为新香的火剂 你要取亚伦承接圣旨 所献公羊的胸 作为摇剂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这就可以做你的饭 那摇剂的胸和举剂的腿 就是承接圣旨所摇的 所举的 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 这些你都要成为圣 做亚伦和他子孙 从以色列人中 永远所得的份 因为是举祭 这要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 作为献给耶和华的举祭 亚伦的圣衣 要留给他的子孙 可以穿着瘦膏 又穿着承接圣旨 他的子孙接续他当祭司的 每逢进会幕 在圣所供职的时候 要穿七天 你要将承接圣旨所献公羊的肉 煮在圣处 亚伦和他儿子 要在会幕门口 吃这羊的肉和匡内的饼 他们吃那些赎罪之物 好承接圣旨 使他们成圣 只是外人不可吃 因为这是圣物 那承接圣旨所献的肉或饼 若有一点留到早晨 就要用火烧了 不可吃这物 因为是圣物 你要这样照我一切所吩咐的 向亚伦和他儿子 行承接圣旨的礼七天 每天要献公牛一只 为赎罪祭 你捷径坛的时候 坛就捷径了 且要用膏抹坛使坛成圣 要捷径坛七天 使坛成圣 坛就成为至圣 凡哀着坛的都成为圣 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 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 早晨要献这一只 还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 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 要用细面一法十分之一 与导成的油一心四分之一调和 又用酒一心四分之一 作为奠祭 那一只羊羔 要在黄昏的时候献上 照着早晨的素祭和奠祭的礼办理 作为献给耶和华新乡的伙计 这要在耶和华面前 会幕门口 作你们世世代代 长线的繁祭 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 和你们说话 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 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 我要使会幕和谭成圣 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 给我供祭司的职份 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 做他们的神 他们必知道 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为要住在他们中间 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出埃及记 第三十章 你要用造夹木做一座烧香的坛 这坛要四方的 长一轴 宽一轴 高二轴 坛的四角要与坛接连一块 要用精金把坛的上面 与坛的四围 并坛的四角包裹 又要在坛的四围 向上金牙边 要做两个金环 安在牙子边以下 在坛的两旁 两根横撑上 作为穿杠的用处 以便抬坛 要用造夹木做杠 用金包裹 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帽子外 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 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 亚伦在坛上 要烧辛香料做的香 每早晨 他收拾灯的时候 要烧这香 黄昏点灯的时候 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 作为世世代代 常烧的香 在这坛上 不可奉上一样的香 不可献凡计 素计 也不可交上奠计 亚伦一年一次 要在坛的角上 行赎罪之理 他一年一次 要用赎罪寄生的血 在坛上 行赎罪之理 作为世世代代的定力 这坛在耶和华面前 为至圣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 你数的时候 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 把数价奉给耶和华 免得数的时候 在他们中间有栽秧 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 每人要按圣索的瓶 拿银子半设克勒 这半设克勒 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 一设克勒是二十纪拉 凡过去归那些被数的人 从二十岁以外的 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 他们为赎生命 将礼物奉给耶和华 富足的不可多出 贫穷的也不可少出 个人要出半设克勒 你要从以色列人收着赎罪银 作为会墓的使用 可以在耶和华面前 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要用铜做洗镯盆和盆座 以便洗镯 要将盆放在会墓和坛的中间 在盆里盛水 亚伦和他的儿子 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 他们进会墓 或是就进坛前供职 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 必用水洗灼 免得死亡 他们洗手洗脚 就免得死亡 这要做亚伦和他后裔 世事在代永远的定力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要取上品的香料 就是流制的墨药 五百摄克勒 香肉贵一半 就是二百五十摄克勒 长蒲二百五十摄克勒 桂皮五百摄克勒 都按着圣索的瓶 又取橄榄油一心 按坐香之法 调和做成圣膏油 要用这高油 抹绘墓和法柜 桌子与桌子的一切器具 灯台和灯台的器具 并相谈 樊祭坛和谈的一切器具 洗浊盆和盆坐 要使这些物成为圣 好成为至圣 反哀着的都成为圣 要告亚伦和他的儿子 使他们成为圣 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份 你要对以色列人说 这油我要世世代代 以为圣膏油 不可倒在别人的身上 也不可按照调和之法 做与此相似的 这膏油是圣的 你们也要以为圣 凡调和与此相似的 或将这膏告在别人身上的 这人要从民中减除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要取新香的香料 就是拿他福 施洗列 洗力笔拿 这新香的香料和净乳香 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 你要用这些加上盐 按作香之法 做成清净圣洁的香 这香要取点岛的极碎 放在会幕内法柜前 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 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 你们不可按照调和之法 为自己作香 要以这香为圣 归耶和华 凡作香和这香一样 为要闻香味的 这人要从民中减除 给大家看